按壓自己覺得水腫的地方 5-10秒之後把它放開 是不是馬上彈回來了 代表我這邊是沒有水腫的狀況 Women's Health美麗圈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咪咪營養師 讓我來破除網路上有關於 瘦身健康的都市傳說 歡迎收看網路有問題 營養師來解鎖 今天要破除的謠言是 今天的謠言是 營養師我已經不喝飲料不喝茶 都只該喝水了 為什麼我還是水腫啊 難道多喝水這件事情 不太適合每個人嗎 其實營養師的解答是 喝水太多不會水腫 因為水腫的原因有很多 靈靈種種看下來 並沒有一個原因是 因為你喝太多水而水腫 那水腫的原因真的太多 除了疾病上面的 有可能是一般的一些 生理性上的一些作息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自己有沒有水腫 大家可以先按壓自己 覺得水腫的地方 5到10秒之後把它放開 是不是馬上彈回來了 代表我這邊是沒有水腫的狀況 但是如果有些人這樣按下去 可能按小腿啊 按腳啊 按哪裡 按下去如果凹陷的時間 變久了 或者是它凹陷的程度有一點多 就是它可能就現在那裡 彈回來很慢 那你可能真的水腫了喔 那絕大多數的水腫原因 我們排除一些什麼 肝硬化啊 或者是腎衰竭啊 還是一些心臟病 或者是一些癌症化療的情形 甚至中風的一些阻礙血液 尋流等等的一些疾病因素 來討論的話 絕大多數人的水腫 都是因為你的生活飲食啊 大家有沒有發現 你可能不喝飲料 或不吃甜點之後 你可能吃比較多很鹹的東西 但你沒有注意到 你們知道嗎 兩片吐司的那含量 可能就會超過600毫克 這是什麼概念 一天正常人只能吃2400毫克左右的鈉 如果是高血壓患者 更要限制到一半以下 所以呢 2400毫克大概就是 你拿那個鹽巴的那個湯匙 大概一個尖尖小三丘的瓶匙 六克左右的鹽巴 欸就是一天的量了耶 所以你可能比方說 你很健康吃的沙拉 但你淋了醬可能鈉含量高 然後你的早餐又要加醬油 那整體下來其實你鈉含量偏高 但你沒有發現 那你當然就水腫啦 那水腫到底要怎麼消除呢 主要就是不是要限制喝水 而是要限制你的鈉含量攝取 那建議如果有比較容易水腫體質的大家 真的要比較平常 就是你要比較常 站起來走動一下 就是多讓血液循環好一點 不要久坐久站讓血液不循環 或是吃太鹹的東西 讓水分滯留在身體裡面 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寒甲的食物 來幫你排納消水腫 像是什麼紅豆茶啊 玉米麗茶啊 或者是一些黑豆水啊等等 這樣子一個寒甲比較豐富的 或是像現在西瓜 西瓜寒甲量也蠻高的 或是一些菇類 或者是蔬菜類的一些蔬果 寒甲量也都很豐富 可以幫助大家消水腫 所以水腫不要再說都是喝水害的了 你要來看看你的飲食是不是吃得太鹹囉 網路有問題 營養師來解鎖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持續關注 我們是Health美麗圈